国立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在日前公布了103年上半年度 全国民众犯罪被害及政府维护治安施政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维护治安工作的满意度上 从去年的48%提升到62.6%是历年来最佳的表现 而另外对于报案后警察机关的处理态度上 也有超过五成以上的民众给予肯定 国立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103年上半年度 全国民众犯罪被害及政府维护治安施政满意度民意调查 在这次的电话调查中受访民众对于当前治安满意度 以及住家与社区治安状况的观感比起去年上半年度的调查都有上升的表现 而值得一提的是民众对警察维护治安工作的满意度观感 比起去年同期的48%巨幅提升到62.6% 达到历年最佳表现 另外在这次的调查中发现 切到犯罪被害盛行率为5.6%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 在诈欺犯罪方面曾遭受过诈欺犯罪的比例则为3.7% 而民众受到犯罪侵害之后 报案的比例比去年同期从63.4%下降到55.5% 此外报案后有51.4%的民众对于警察机关处理态度满意 比去年同期的40.3%也大幅增加了11.1个百分点 而在先前的远见杂志调查中 新北市在治安指标项目获得五都之冠 新店警分局更是获得了机优表扬 显见在治安维护上警察机关的努力付出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台湾报道 新北市在治安维护上警察机关的努力付出